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今天來 我們這個錄音間來了兩位年輕人 男的帥女的美 那這個是一對姐弟 姐姐呢 是余天的千金余小平 小平好 大家好 我是余小平 余小平台語要怎樣 余小平 余小平嗎 余小平 她不是吧 是啊 余小平 是喔 我的名字 余兄館 就是這樣 那余天的公子余祥全也來了 祥全好 洪文哥好 台灣大家好 我是余兄館 館 余兄轉 余兄轉 余小平的台語我就比較不懂 應該是余小平 余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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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妳台語是說得怎樣 不錯啊 不錯嗎 我們沒有從頭到尾都要說台語 什麼 我跟觀眾朋友可能整個地方都在唱 你不太會講是吧 他真的不太會 家裡面不講台語 白人回家 小時候我媽都講國語 對 然後我們在學校也是都國語 爸爸呢 因為沒有人 媽媽聽不懂他講什麼 他就會跟我們也講國語 所以在家裡面幾乎都講國語 那台語都在哪學的 在那個回新竹啊 我阿公阿嬤 阿嬤是完全不會講國語 阿嬤都講台語 阿公也講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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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因為我看到新聞說 小平宣佈要選中正萬華區的議員 算選保嗎 選保啊 選保啊 但是要先初選要過啊 喔 妳有加一個民進黨了嗎 有 當時加一個嗎 大概兩年前 兩年前 兩年前妳就加一個嗎 對 所以兩年前妳就有嫁嗎 沒有 為什麼妳要加一個民進黨 因為我爸爸是啊 我們支持我爸爸 喔 幫爸爸做業績 對阿 我爸爸是民進黨 我們就要支持爸爸 對阿 爸爸叫爸爸把我們身分之拿去 就是支持民進黨 好 好 我們全家都很團結 我們全家都民進黨了 所以 小平 怨琦 祥泉 媽媽都加入民進黨 對 唉唷 妳們家滿團結的呀 我們要支持爸爸 喔 那爸爸入國民黨 妳們也入國民黨嗎 對啊 所以妳們不是應該贊成民進黨的理念 妳們只是想要挺爸爸而已 嗯 我們 就是 也贊成阿 我們只要挺了我們就會贊成阿 喔 那OK 那民進黨理念是什麼 民進黨理念喔 蛤 你教我們一下 現在最重要的是就是 改變大環境 讓很多年輕人有工作的機會 不要在這時候可以 人民發聲 對對對 這是最重要的 哈哈 好啦民進黨理念跟國民黨不是很一樣 第一個民進黨理念比較緩和 就是要環境要永續進步 那叫進步價值嘛 民主進步 民主進步 民主要進步 所以才會有公投 要有公投法 然後不只要有公投法 不要鳥籠公投 再來台灣的前途是 台灣前途是接阿 人民決定的阿 對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決定 對對對 這就叫民主 然後 以這個本土為優先 這樣子 所以 其實不是很一樣 跟國民黨不是很一樣 對 這樣懂了嗎 那國民黨理念是什麼 國民黨理念就是 他的黨章裡面還是有統一 他希望是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這樣子 可是現在的黨主席候選人不是一直在講 可是中國不可能去用你的三民主義 你知道什麼叫九二共識嗎 九二共識 我一直搞不懂 哈哈 就是每次看大家在找 那中國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那國民黨的九二共識叫一中各表 各表就是你表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表我的中華民國這樣子 可是民進黨說根本沒有所謂的一中各表 當時只有九二會談 雙方是沒有共識 嗯哼 這樣懂了齁 OK 了解了解 了解了解 三次要挑選 應該是明 欸 年 過年之後吧 過年之後 過年之後 那你當時想要選議員是基於什麼考量 對 嗯 因為就是有很多民進黨的大佬們 嗯 就是跟我爸爸提議 嗯 然後 對 然後我爸就來問我 嗯 然後我就覺得 嗯 其實也可以啊 因為我還蠻有遺傳到我爸這種 這種蠻雞婆的那種個性 對 那如果選一個就是市議員就是為 最重要就是為選民服務的 對 嗯 大佬是誰知道嗎 嗯 大佬是誰知道嗎 嗯 有那個 林佳龍市長啊 還有那個高志鵬啊 高志鵬委員啊 他不算大佬就是 就是可是也是在民進黨很久的委員這樣 對 高志鵬有問問說 問 有沒有興趣出來選哪 問說小平還是翔全還是怨琦 對對對 嗯 有問三個人還是只問 問我跟我妹啊 沒有問余翔全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每個人發展都ok嘛 對不對 余翔全有余翔全不同的發展嘛 對啊 所以有問就是高志鵬林佳龍 有沒有游錫坤 游錫坤 我不知道 這我就不知道 爸爸跟你轉述的是不是 對 那 是爸爸 轉述林佳龍跟高志鵬 來問你的意見 還是說他們 林佳龍他們直接問你 對 問沒有 問就跟爸爸 問爸爸 然後爸爸來問我 所以你們兩個千金有沒有 就是 從政的興趣 對 因為他們想要有 民進黨現在是想要有年輕人出來 對 啊 可是 你沒有發現從政很辛苦嗎 對啊很辛苦 對 我就要改變 就是我一向說話的方式 哈哈 因為以前是 因為以前是演藝圈嘛 對 可是演藝圈就是要搞笑啊 要給大家帶來娛樂啊 對 對 那政治就 你就要比較正經一點 對 就不能 不能再繼續那麼那個 說話亂七八糟 說話亂七八糟 對 其實也還好啦 那 你看到爸爸的從政 他現在是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對嘛民進黨 其實新北市黨部算很大 因為新北市的人口大概有四百萬人 是全台灣最大的 跟我看我現在民進黨是執政黨 那爸爸的生活長什麼樣 爸爸 爸爸的生活就 常常都是要很早起很晚歸啊 幾點起床 他大概 他大概 有時候我剛剛起床 他六七點就出來了 對 我們家比較遠 我們家在北投 要去一個 南部的 中南部他就要很早起啊 就要開車 然後開車去 坐車去啊 那常常都 他去做什麼 就是可能有人 有人請客什麼 有結婚啊 或者是 跑湯 跑湯比較多 對 就是希望他去 或者是有一個什麼會成立啊 對 都希望他去 對 OK算辛苦嘛 晚上都要忙到幾點回來 晚上 像他昨天好像就是大概11點 11點才回來 早上可能六七點就出門 晚上11點才回來 對 民進黨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月薪多少錢 不幾值 沒有錢 無幾值喔 對 無幾值 所以當初爸爸在選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選這個要做什麼 你要幹嘛 你選這個要做什麼 對 我說 你問爸爸怎麼回答 爸爸說 就是服務人民啊 欸 服務選民啊 好吧 就是現在 民進黨還不是 還不是 綠的在執政嘛 就是新北市 不是民進黨執政 他希望把 拿回來 他希望把新北市 拿回來 爸爸有這種雄心壯志就對了 當然有 所以犧牲 算是 因為這個 沒有無幾值 你借槍也要錢 嗯 你出門也就要包一包啊 他 他 你要上輝啊 他選舉 選舉場已經跑了 好像多少 上千場了 上千場了 他一場以前他的酬勞 我講真的喔 他以前他的酬勞是 30萬 就上台就有30萬 對 就唱一首歌 一首歌兩首歌就有30萬 那 他一毛錢都沒有拿 然後他還是自己坐高鐵 嗯 現在他都沒有跟人家拿錢 都沒有跟人家拿錢 因為他通常都沒有拿錢 對 自己開車錢 啊 啊 爸爸有沒有講過說 新北市他希望誰上來 當市長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 之前還不知道 不是聽說他有用徵招的嗎 嗯嗯嗯 對啊 啊你們覺得新北市誰來當市長最好 嗯 因為你要從政喔 就要有一點政治判斷了對不對 我看你的政治判斷功力怎麼樣 來 那個小平先來 新北市誰來當市 誰來選嗎 民進黨誰來選最好 嗯 我應該不方便回答 你在看哪裡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可以回答 可以啊當然想選 來來想選 我可以回答 他不方便回答我回答 我覺得 鄭鴻一大哥很適合 啊 你今天是來害我啦 哈哈哈哈 很適合啊 新北市 我覺得是同一個上 選一定上 為什麼我適合 因為你在 因為你在這段節目我們都有看 你講了頭頭是道 然後然後 你分析的時候 距離力爭 然後你會 你一定會幫選民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幫他們 照顧他們很多事情 是 嗯就這樣而已啊 我的優點就只有講半分鐘啊 不是 而且你知識豐富啊 學問淵博 學問淵博嘛 對不對 好啦 開玩笑 我是沒有從政的興趣 這個要有興趣 台面上 羅智正 吳秉睿 賴清德 游錫 誰最適合 詳選 嗯 嗯 問我啊 大家都喔 哈哈哈哈 你是小政客 哈哈哈哈 不要得罪人嘛 那小平呢 我尊重民進黨的選擇 民進黨推派出來 誰我就支持誰 而且他現在要 他現在要有民調嘛 你民調過了才 才有那個 還是人民決定啊 那你們覺得誰最棒啊 心裡面都沒有個底啊 我剛剛就講啊 洪怡哥最棒啊 嗯 沒有啊我就沒有興趣啊 要有興趣的人啊 曾招 鄭鴻移 曾招鄭鴻移選新北市市長 喔 好不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鄭鴻移比這些四個人還好嗎 嗯 哈哈 對 蛤 哈哈哈哈 我看看 考考你們的反應 你家裡面都不會談選舉啊 會 會 會嘛 吃飯的時候會嘛 他們都會看政論節目 都會看你的節目 我已經沒有主持政論了 已經好幾年了 那時候在他們每集都看 我們那時候最喜歡看大話新聞 大話新聞 哎呀就表示有水準啊 啊 21看不看 嗯 2100嗎 對 看轉過去可能幾分鐘我就再轉 哈哈哈哈 還是 理念不一樣 理念不一樣 真的理念不一樣 你為什麼選中正萬華區啊 為什麼選中正萬華區啊 為什麼選中正萬華區 因為我有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沈森 沈森他們 紀寶如 他們是 在家族三世代都住在那邊 對 對 然後我常常去教會的時候 遇到他 他說如果你有議案來選 可以來中正萬華區選啊 對 而且中正萬華區不是最近有缺一個 那個 民進黨的名額有缺一個 有嗎有缺嗎 缺誰 童 童先生我們童先生 我們童先生 童先生嘛 童中原有說他要選啊 那要怎麼樣 可是不是 他要繼續選啊 他不是民進黨的啊 喔 而且 他不方便講 我可以講吧 你可以說 我覺得 男生打女生就不對 男生打女生 不管什麼理由 就不對 對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夠了 當你在交女朋友的時候 那如果你對女朋友很生氣 你通常都怎麼處理他 對應他 頂多罵 可是通常都是女生對我生氣耶 嗯 女生對你生氣什麼 你曾經惹過女生最生氣的事情是什麼 劈腿 打電動 我不會劈腿 我不劈腿 我交一個就是一個 真的 一定有一個結束 從來不劈腿 就是一個就是一個 那 我就打電動嘛 我半夜 我很喜歡打電動 打到半夜很晚 然後會朝他們睡覺之類的 打到幾點 沒事就打到 三四點四五點這樣 你把這麼漂亮的女朋友 擺在那邊 然後 自己一個人在那邊打電動 打到凌晨四五點 欸 他生氣 吵架你知道 我還去買耳機耶 我還去買耳機 插在電視上面 然後 怕吵到他 怕吵到他 我這樣打 然後他還說 按那個鈕很吵 對 那是因為吵架 你才一打電動打到凌晨嗎 還是說沒有吵架的時候 也打到電動打到凌晨 沒有吵架的時候 所以是電動重要 還是女朋友重要 當然女朋友重要 那女朋友重要 為什麼你把他擺著 你就去打電動 他睡覺啊 他睡覺啊 睡覺還陪他睡啊 冬天很冷啊 要抱遮啊 OK 所以我現在沒女朋友啊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單身啊 所以他現在跟電動睡 最短的戀情幾個月 最短的 嗯 七個月吧 七個月算不錯了喔 現在年輕人 對不對 最長多少 最長 三年吧 三年 哇 那前後這樣交過幾個女朋友 就被拍到那幾個 剛好都被拍到 我每個交都被拍到 就這樣 幾個 六個 啊 就是 就是 人生的月曆是六個 六個啊 你小時候交的不算吧 當然 那不算 那不算 中間沒有論及婚嫁啊 有 有啊 那為什麼後來又催了呢 人家不想嫁我啊 人家不想嫁你 對啊 為什麼 覺得我太幼稚了 我私底下其實是很幼稚 你問他要知道 我很幼 我是很一個 蠻白癡的一個人 哪有人公開承認自己私底下很幼稚啊 我是很幼稚啊 這樣女生誰敢嫁給你 欸 喜歡我的 就會喜歡我 那你的優點是什麼 好笑啊 Funny Easy Guy 搞笑 搞笑嘛 女生最喜歡幽默的男生 來 這麼多人來 其實 不管大家怎麼攻擊我 還是做我自己 我就是做我自己 啊 你很會搞笑 把女生搞得 非常有趣這樣 OK 好我們現在訪問的是余小平 小平他宣布要選 台北市議員中正萬華區 動算 好 然後今天呢把弟弟 這個余翔選也帶來了 好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歡迎繼續收聽波多轉世改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這個余天 這個 歌壇的天王 他現在也是民進黨 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那是無幾職喔 要有強大的服務熱情 我要講實在話 因為那都是了錢的 很痛 這個心力交瘁 然後又花很多錢 這樣 我聽爸爸講 好像是 他說他選立委 大概賠了兩千多萬 就是募款的不算喔 就是自己貼的錢 倒貼 兩千多萬 因為人家 我樂為在裡面做的助理 人家是 人家是 比如說 不管人家 我們 我們國會是滿的 我們服務處也是滿的 然後都是 整一把錢 都花掉了 然後他去信 有的 有的 魂上洗信 他要包 包紅包 然後要包 要送花 對不對 這樣真的 然後你高鐵票這樣 一直聊一直聊 對啊 所以這個選舉 花了兩千多萬 現在當主委又無幾職 這是沒錢的 然後又那麼辛苦 剛剛講 早上六點起床 十一點鐘才回來 那麼忙 那麼累 然後你還要 你還要選 你還要選 對啊 他很適合 他真的很適合 我希望可以 比我爸做的好 其實我要提醒你 因為小萍長得很漂亮 那今年三十幾歲 對不對 你看喔 蔡英文沒有結婚喔 對不對 對 呂秀蓮沒有結婚喔 陳菊沒有結婚喔 蘇志芬 洪秀柱 蕭美琴等等 都沒有結婚 都沒有啊 哎呦 他也不結啦 我也沒有結婚啊 對對對 我的意思是說 女性的政治人物 但不是絕對 可是老實講 要兼顧到愛情 兼顧到婚姻 是很困難的 你沒有想過嗎 沒有耶 嗯 你會想結婚嗎 我目前是還好 哎為什麼 嗯 我也不知道 我對可能 對於現在對愛情 沒有那麼大的衝動 嗯 哦 那你你現在出來選詩緣 有沒有人會說你是靠霸主啊 就是因為余天啊 光環那麼大啊 可是我個人是認為有爸爸靠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嗯 有爸爸可以靠 對啊 那我爸是 很值得我們去 就是學習的對象啊 對啊 那 從爸爸那邊學到什麼 嗯 就是 要 就是 樂於助人啊 我爸其實是一個爛好人 他真的是一個爛好人 對啊 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爛好人 他從 從以前在演藝圈 我們家的那個拔蠟票啊 嗯 大概有這麼厚 嗯 全部都拔蠟票 這麼多拔蠟票 就是人家有困難來跟我爸 周轉 周轉啊 我爸就好 一張票換一張現金 對對對 然後 後來那些就不了了之啊 就當壁紙在貼的話 這樣拔蠟票 這樣總共多少 嗯 現在 以現在來講應該 可能幾千萬有吧 幾千萬啊 應該有 哦 還有人拿一些那種 名化 名化 我們那時候到 吊錢 我們那時候到故宮 我記得我們在 我們當立委的時候 我們還到故宮 就是請他幫我們鑒定 欸 現在有什麼張大謙的啊 有什麼 什麼明朝的啊 有什麼 很多耶 很多耶 我們拿去鑒定 全部都假的 哈哈哈哈 就人家拿來 這個 放在你正 先借我一些錢 沒有一副之真的 沒有一副是真的 沒有一副是真的 很扯 那現在爸爸還這樣嗎 還當爛好人嗎 基本上還是一樣 我看他在 我看他在 立法院其實 你不要看我爸長得很兇 其實他耳根很軟 很軟 他心地很軟 我跟你講講 我其實家裡面還有幾乎 張大謙的話 你要不要拿去鑒定一下 先鑒定一下 哈哈哈哈 你們以前都沒有拿去鑒定 幹嘛先拿去鑒定啊 我就跟爸爸周轉一下嘛 那時候 對不對 那時候當立委 賠了兩千多萬 那拿去想要賣啊 沒錢 對 以前人家來跟他借錢的時候 翔雪你會不會覺得 人家對你的印象也是靠霸足 很多人都這樣認為吧 那你自己是不是 怎麼講呢 這個 我覺得啦 我覺得 我也是在工作啊 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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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幫他工作的時候是 是 在他的立法院當主理嘛 那我也是 我也很 講真的我也很累耶 我真的也很累耶 爸爸出去的時候我都要再來 然後跑他我要跟著跑 我還被趕出來過 我還被跑他趕出來過 為什麼關於趕出來 因為 因為他說我們找的是雨天 我不是找你 然後 我已經到了 然後我就 好沒關係我就走了 他把我趕出來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場合 好像婚禮吧 好像是婚禮 因為 當好日子 大概有 大概有十幾個地方會 有人結婚 十幾床 那我助理我就要幫忙跑 對啊 我就去幫忙跑 就被趕出來 那你代表爸爸去參加人家的喜宴 其實也要上台講話嘛 要唱歌要講話 我唱歌居多 好好好 唱歌 講話你會不會 講話我現在不會 來我跟小平是新人 好 來你上台講講話 好 那我們今天祝福這個 好現在我們邀請余天余大哥 他派出他的公子也是他的助理 嘿嘿嘿 大家好大家好 我們今天祝福這個 小平跟 紅衣哥 好像有點怪齁 小平跟紅衣哥 這個我姐一個 不是你就講紅衣跟小平 今天的大喜之日 大喜之日 好不好 然後祝他們百年好和 然後我在這邊唱一首 我一開始都唱什麼愛很簡單啊 什麼什麼 比較浪漫的歌 你知道嗎 我後來不管我直接唱嘎恰 嘎恰 台下 主桌阿嬤這樣看我 這樣 欸 他唱什麼 我不管我直接唱我喜歡唱的歌 好好好 那你會想要張托別人對你靠爸族的這種印象嗎 怎麼說還好吧 嗯 有爸爸靠真的蠻好的啊 現在爸爸還有沒有再錢給你 沒有 其實我們很久 我們很久都沒有跟人家拿錢了 因為我們平常 我們平常上 上綜藝節目也是有通告費的 對對對 我們自己是有收入的 是有收入的 我還有投資一些副業啊 也有賺一些錢 所以 你現在投資什麼 我現在投資氣泡水 氣泡水 氣泡水 就 我們是跟 我們有近來的付 嗯 我們一個月大概現在銷 有 十萬支吧 十萬平氣泡水 有賺錢嗎 嗯 一開始投的蠻多的 可是今年 已經 快 已經回本了 已經回本了 那就是有賺錢了 對 你投資多少錢 不多 因為他們十幾個人一起 對啊 我就是氣泡水 氣泡水就百萬以上 嗯 對不對 那回本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百 那個投資的百萬也拿回來了 嗯 哇 那接下來就開始分紅了 對 啊哈 氣泡水 還不錯 因為我們有兩款嘛 我們一款是 寶可夢的 然後一款是 是 寶貝球的 我們還在推七款 然後都是不一樣口味 不一樣造型的 嗯 然後繼續來玩上架 那現在便利商店都可以買得到 賴夫買得到 哦 沒有那個 你覺得 為什麼媒體對你特別有興趣 我問過他們 其實我問過他們 因為他說 很多人看 寶貝力高 寶貝相全有人看 這個對你是很大的榮耀啊 是嗎 嗯 其實你知道我有經過 我開車的時候 我有經過一個電視 電視行 就是在賣電視 然後我那時候 剛好有新聞出來 他在轉 我就看 我就停紅燈 然後我看他在轉 他轉完比如說 比如說三例好了 他馬上再轉 中天 又看我的新聞 他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一直看 重複一直看我的新聞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就 我也不知道 對你那麼有興趣 對 台灣人很 不曉得 滿喜歡我 我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媒體是不是故意 故意對你有偏見 其實媒體自己 他都對他們 對他很好啊 沒有 在 在 政治 政治的時候 政治 政治線跟娛樂線 比較不一樣 我們以前都是娛樂線 進來跑 你隨便 隨便講就好 你講 他就幫你剪 你講開心的 你講給觀眾笑的 他們就幫你剪出來 好笑的 那政治我發表不一樣 你不能搞笑了 對 他會把你剪的 亂七八糟的 對 現在還是隨時有人在拍你嗎 有狗仔在跟他 對 有狗仔在跟我 要拍你什麼 拍他出去啊 他就是單身啊 我去吃鯛魚燒也被拍 那你在開車的時候 會隨時注意後面有沒有人在拍你嗎 還好 還好 我真的還好 我不太care 因為我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一直從頭到尾都是做我自己 我一直在做我自己 I don't care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saying 我不太care 別人怎麼說 對我真的不太care 那 那我覺得做好我自己就好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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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喝個小酒 然後 抽 抽支菸 那 喜歡交女朋友 那就 喜歡交女朋友 我喜歡 我喜歡女生嘛 誰不喜歡女生 你不喜歡女生嗎 你老婆是不是女的 對嘛 你一樣 對啊 我也不劈腿我也不幹嘛 那 對不對 想結婚嗎 我蠻想的 老實講我蠻想的 蠻想的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決定 我現在決定 不要亂交女朋友 那以前有亂交嗎 就是 有幾個怪怪的 我覺得稍微怪一點 就是 來可能是為了要曝光啊 還是什麼的 因為余祥賢是名人 余天佳是名人 對 有這樣的人啊 六個人裡面有幾個是這樣 那不算 那不算 那六個人不算 六個人都 交我女朋友都是 都是因為喜歡我 都是因為 喜歡上我的個人性 就是個性 喜歡上我的個性 而不是因為我的 家庭背景或知名度什麼的 可是 有些人 所以 所以不要 好像把我們講的好像 交女朋友好像很簡單什麼的 其實我們交女朋友很困難 是嗎 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我不是在開玩笑的 很困難 很困難 尤其是你要 見到對方的家長 是認真的 你要見到對方的家長 好 假如你今天你女兒 她回家 她帶我去看你 她說我跟余祥賢在一起 你會怎麼 你不要嚇我啦 你會怎麼想 我女兒嫁了啦 我知道我只是比喻嘛 假如啦 我只是比喻嘛 你會怎麼想 你會怎麼想 我會好好的觀察你一下啊 通常跟我認識 就是跟我認識的 通常都是從報紙上認識 報紙上認識我嘛 報紙上不一定準 我講實在話 因為我在媒體圈待那麼久 對啊 我會好好觀察一下 給你一個機會 對 對 很多 就 以前的女朋友的家人 也都是這樣 就認識我之後 我都慢慢開始蠻喜歡我 然後又會找出去吃東西啊幹嘛 嗯 是是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余小平 還有這個余祥權 余天的這個一對子女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歡迎繼續收聽波動轉世界號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余小平 余小平已經宣布要選民進黨 代表民進黨選這一個 台北市中正萬華的市議員 是 因為 童仲彥他被開除了 所以就多出了一個名額 對不對 他對政治有興趣 這個今天陪他來的還包括他的弟弟 余祥權 是 祥權現在幾歲啊 我32 幾年次的 73 73年次 現在33了啦 106年啊 我8月才過生日 哇你很計較到4個月耶 不能這樣算 不能這樣算 人叫誠懇 好算算算 哈哈哈哈 老了老了 好啦開玩笑 你買房子了沒啊 我 還沒有耶 啊 我的個性是賺到錢就 就花掉 就花掉 你現在花什麼錢 現在沒有花什麼錢 嗯 抽菸 抽菸花不到什麼錢啊 對 他是之前交女朋友他花錢 他女朋友連卡費都會叫他去繳 蛤 哇啊你都這樣慷慨護掉啊 沒錯啊 你為什麼不跟他說go touch go touch 嘿 沒有在go touch了啦 好好好 你送過女朋友最貴的禮物是什麼 包包吧 多少錢幾個 Y Y什麼L的 我忘記了 也不要講 不要幫他們打管 你以為人家就聽不出來啊 要的就找我代言好不好 Y什麼L的 我可以代言 好 就Y什麼L的 就名牌包就好了 就名牌包 名牌包 要不要十萬塊 應該好像沒有那麼貴啦 沒那麼貴 沒那麼貴 七八萬差不多 七八萬 嗯 那你沒有錢買房子 滑掉啊怎麼可能 對啊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想想 你真的娶太太你得租房子 要不然就住在家裡 嗯 嗯 住在家裡啊OK嗎 爸爸 可以啊 可以 可是如果太太不要呢 不跟公婆住呢 不可能 為什麼 那我就不會跟她在一起啊 蛤 為什麼你你 他要 他要 接受我的家人嗎 嗯 我跟你講我爸媽這麼好相處 嗯 他們很容易相處的 沒有啦 再怎麼好相處 其實都還是會有一些摩擦 不自在 你是因為你是余天跟李雅萍的兒子 所以你覺得自在 可是一個 剛來的外人 雖然是你的太太 她還是不自在的 不會不會不會 你相信我媽絕對讓她搞得跟自己人一樣 哈哈哈哈 真的 媽包人都這樣 欸 吃了沒啊 怎麼了 她還買一點東西 然後我媽還會買衣服給她 對啊 出來都會買衣服 講到我都想嫁給你 對不對 來吧 哈哈哈哈 早餐誰煮 如果是你娶了太太進來 早餐啊 應該我煮 你煮啊 哇你這麼疼太太啊 跟媽媽捨不得啊 不會啦 不會 真的喔 所以 你希望這個太太進來要跟爸爸媽媽做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啊 或者是買一個 如果有賺到錢買一個 買一個房子在北投 在我們家附近 在附近 那你又沒有錢買房子 欸 搞不好對不對 吸泡水 吸泡水 痛一個飛起來就賺了 痛一個飛起來 爸爸沒有援助你買個房子嗎 我不會要求他做這種事 我爸都虧錢的拿來錢給他買房子 對啊 爸爸現在還是有收入啊 他還在主持節目啊 是有啦 可是 我們家開校人 現在沒有節目啊 現在沒有嗎 對啊現在沒有 馬上要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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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爸爸我記得不是在哪裡 泰國哪裡有幫你買過房子嗎 巴厘島好像 對啊對啊 對啊對啊 房子還在嗎 應該還在 可是我都沒看過 因為他租人 他是付投機款 他是用他的名字買的 他付投機款 然後租人的費用就繳貸款這樣 所以有一天你希望有個房子 是你自己買的 不是爸爸的援助 對 這蠻有骨氣的 甚至我還 如果賺到錢 我真的會買一個大的房子給他們 給爸爸媽媽 一住這樣 那你除了氣泡水的投資還有什麼 還好耶 七泡水而已 所以你現在收入就靠七泡水收入 還有上通告 上通告 然後接著代言啊 七位數耶 看到看到 也不少吧 對不對 我看那個網友都覺得說 哇你今天那個廣告真太符合你了 蛤 這個 很容易破碎 很玻璃心 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找我 原來網友點出來 原來是這個原因 然後找爸爸又找的對了 對對對 他們真的賺到了好不好 爸爸拍一支廣告四五百的耶 對 真的真的真的 那一支廣告那一支廣告多少錢 什麼意思 那一支廣告代言多少錢 收入 七位數啊 七位數一百萬還是一百五十萬還是幾百萬 七位數 七位數 那爸爸都沒有拿半毛錢都給你 嗯 蛤 哇大爸爸對你不錯 爸爸嘛 那不要這樣講 等一下再說我靠爸 哈哈哈 沒關係我爸靠很好 對啊 繼續說我靠爸 那個小平其實最近有一個代言 哦對 那是什麼 那是也是一個 也是手遊 然後是在澳門那邊的一個 一個人找到我的 他是在 就是我十年前參加麻將大賽那時候 然後得到名 他跟我留的微信 哦 對 那個留的微信就有作用了 你看我還要拍廣告 然後 然後還找我爸 然後還做活動 我還有 怎麼PO文什麼什麼 欸他去 你去哪 蛤我去比賽啊 他去 他去跟線上人玩玩遊戲 然後一個活動就這樣就沒了 嗯 然後他也七位數 七位數 我也是一個遊戲的代言 哇 差那麼多啊 對對對 那大家知道小平除了是藝人之外 他到澳門去參加世界麻將比賽 得到第三名 所以你又有麻將卻後之稱 啊 可是你覺得這個形象對你是加分還是減分 在選舉的時候 嗯 我想很多人會用這個來恭喜我 嗯 嗯 現在已經有了吧 對 你看我看上網就知道啦 可是我覺得我其實平常是沒有很常在打麻將欸 嗯 他還比我長欸 嗯 我還比他長的啊 對 我平常根本幾乎都沒有在打麻將 對 我那是去比賽 嗯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剛好意外就得了 就得了 可是不要這樣講啊 大家都會打麻將的啊 而且我覺得 打麻將其實 你不要每天打 你一個禮拜打一次 可以增進朋友間的情誼 國粹不要打太大 對啊 然後老人家 你每天沒事做 老人家四個老人 湊在一桌打麻將 欸他們又可以動動腦啊 動動手啊 然後跟老人家朋友之間互相聊天 其實是一個蠻好的活動啊 像我們下象棋下圍棋 對 同意 同一樣的東西啊 對 對啊 有時候說什麼 球打麻將 球友就會在那邊比13隻 對啊 比13隻大家快樂 對啊 慢慢聊聊天 那個賭金都很少 對啊 小賭儀情啊 一賭一百 這樣子然後輸贏就拿出來吃飯 對啊 所以外面不一定要用什麼賭後 這個頭銜來稱呼你 來來來來攻擊你這樣 那家裡面從小常打麻將嗎 對 滿長的 多長 因為其實藝人 你知道藝人其實也是沒有娛樂的 就是他們也很不喜歡在外面 跑來跑去 對 然後他們就 而且他們的工作時間大概都是 工作到半夜 就才收工 那大家 那時候大家已經沒有什麼娛樂可以做了 沒錯 就是聚在一起 打打拍 所以我從小就是在後面看他們打麻將 我其實自己很少打 就是看看 看會的 對 爸爸媽媽花多少時間在麻將上面 很少耶 其實媽媽現在一個禮拜 大概打個一天 一兩天 打個一兩天 前陣子還沒打咧 對啊 有靠近年都沒有打麻將 對 那是因為朋友揪 對 那時候他們秀場那個時代 對 比較常打麻將 那秀場那個時代有聽他們講過賭金多大嗎 嗯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還蠻小的 對啊 我才帶幼稚園 對 很多人喔 很多人 他只記得 應該記得很多人進進出我們家 好多人喔 當時你們家誰最常去 江蕙啊 楊帆 楊帆 張飛 江蕙 胡瓜 瓜哥 憲哥我有看過 武東縣 芳芳啊 芳芳 合一行啊 反正秀場的幾乎全都來了啦 都到武甲過年的時候 還有一些秀場的老闆 他們剛好藝人都在這啊 老闆也在這 大家就 下一堂秀誰誰誰上誰上 那媽媽要負責煮飯嗎 給他們吃嗎 我們那時候有請保姆 對 有請阿姨 阿姨要煮 那誰這些 剛剛講到那些人裡面誰排忌最好 排忌最好喔 嗯 嗯 劉雪華好像不錯 劉雪華 廢育青吧 廢育青 廢育青不打的 廢育青都插花 他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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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插到大家都打完了 他把那個窗裡拉起來 沒有天亮啊 繼續打啊 因為他插花他輸 四家都贏 只有他一家輸 插花插到輸嘛 他插到 因為他亂插 他亂插 插這邊這邊就放炮啊 他不給大家走 劉雪華排氣不錯 嗯 還有誰 胡瓜排氣怎麼樣 胡瓜應該 憲哥打牌打得也不錯 憲哥排氣也很好 胡宗憲啊 啊 OK 我想就家裡面有耳濡目染 所以你的這個賭計也不錯啦 技巧也不錯 好我們現在訪問的是余小平跟余祥全 這個接下來啊 國民黨要選舉 2018其實還有很多縣市長要選舉 你們對選舉的看法 好不好我們等一下繼續聊 好先休息進廣告 好歡迎繼續收聽波動轉世界 我是鄭洪怡 我們就邀請到的是余小平 余天大哥的長女 是 然後還有余祥全 是的大家好 余天的愛子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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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問你就說 因為你們都加入民進黨了吧 嗯 那家裡面以前是藍軍喔 就因為最早以前我媽媽 我的外公他是黃埔軍校畢業的 對 然後我媽媽是外省人啊 對啊 主要不是這個啦 爸爸跟 爸爸那時候跟一些比較 那種大佬啊都蠻好的 什麼大佬 連戰啊 連戰 對 跟國民黨的大佬 對啊 都很好 宋楚瑜都很好 對啊 那什麼時候才開始轉綠 好像是我記得好像是馬英九 當上台北市長的那時候 為什麼 好像他辦了一個什麼 我要喊幾 晚會 我要喊幾活動 然後他們只是傳一個 傳真 傳了一個傳真 叫你來 然後車馬 一天大哥去 叫你們兩夫妻 一定要到 之類的幾點幾點幾點 車馬費八千塊 嗯 對 他不是care這個錢 他不是care這個錢 你自己打一通電話來 我爸媽 沒有錢他們一定都會到 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嗯 他們覺得不受到尊重 沒有受到尊重 對 喔 所以沒有通知 就是傳真一張 傳真一張 來 然後就說你們兩夫妻一定要來 對 車馬費八千塊 對 就把你當戲子這樣 就好像活在他們那種 很不尊重人 對啊 然後 所以很不舒服 對 很不舒服 我爸那時候就很堵攔這個事情 很堵攔這個事情 所以他有跟你們講 三年你們才知道 嗯 然後 那是1998年喔 嗯 1998 對差不多 然後阿扁 那爸媽有去嗎 後來好像 沒去啊 當然不去啊 怎麼可能會去啊 不爽還去 對啊 喔 所以本來對什麼 國民黨其實沒有惡感的 對 沒有惡感 喔以前搞不好還投國民黨的 也不是 也不是 他就是 他們是藝人嘛 對 誰有錢賺他們就 對 沒有什麼政治意識 可是還是有交情的會 會去 會去 對啊 那後來為什麼會被偏綠 轉綠 後來好像 也是 就是 陳水扁當選 當選 市長還是什麼 不是不是 總統 已經總統了 然後也是邀請他們 可是陳水扁就是親自 親自邀請他們 本人 然後邀請他們到哪裡 到總統府 到總統府 吃 吃很好的 就是類似國宴那種 就是有受到尊重 他們就覺得 欸 你看 這是有不一樣的感覺 是有受到尊重的感覺 對 他就覺得 民進黨好像 就是 不會 就是把人 看著那麼扁啊 嗯 喔 所以 阿扁當選唱總統 是有邀請爸爸 或者進官邸 或者是進總統府去用餐 應該這樣講 總統府 總統府去用餐 那是用什麼 是因為什麼事情 邀請總統府 他 他就是要成立那個 藝能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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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來爸爸是 就是民進黨徵召嘛 選立委 那時候我們才就是 真的轉立 真的轉立 因為 對啊 我們 就是爸爸 支持爸爸嘛 爸爸 選哪個黨 就是 支持哪個黨 平常還是看人啊 講真的 你要看人 不是看黨 喔 那像你是藝人啊 那你現在代表民進黨 會不會怕有一些人不支持你 嗯 這很正常啊 不可能所有人都支持我 哪有可能 對 就不可能討好兩邊 對啊 不可能啊 那媽媽本來是黃埔 爸爸不是 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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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埔軍校嘛 就是媽媽的爸爸嘛 對 那媽媽現在也綠了嗎 他其實也是看人 對啊 我媽現在綠到又不要不要了 看你的節目每天在那邊 對啊 對啊 有道理的就 就那個啊 對啊 我們家其實都是看人比較多 看人 喔 選人不選黨嗎還是 現在已經選黨了 所以你 我個人啊 我個人我選人 我選人 誰做好我投給誰 那姊姊想要從政 你不會想要從政嗎 我 應該 我形象不好 應該沒有辦法 哈哈 負面新聞太多 應該應該沒有人投給我 哇到時候被人攻擊 你的不要不要 就你自己就好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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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認識的余鄉錢 不是媒體形容的那麼 那麼那麼差那麼脆弱啦 那是因為你認識他 嗯 真的我講實在話 他有可能去跟全國 全國的民眾認識 是是是 然後媒體現在就喜歡 我講實在有一點打落水狗啦 對啊 就說喔你是這種形象 好啊 我碰到我以後我就盡量 你講什麼大愛看嘛這樣喔 你現在想從政 哪一個政治人物你最欣賞 會是你的典範 嗯 是我的典範 嗯 我現在最近的 最近的就是我爸爸 爸爸 對啊 因為我爸爸就在我身邊 我有什麼不懂的 我就可以去問他 嗯 嗯 蔡英文呢 蔡英文啊 嗯 蔡英文也是 我也蠻喜歡的 那你喜歡他什麼 我也蠻喜歡他的 其實 我覺得 他給人的感覺 就不會那麼官僚 不會那麼官僚 嗯 就這樣而已 嗯 沒有啊 私底下 他一直挖洞給我跳啊 哇他挖洞啊 你很煩啊 那你講一個人對人的觀察嘛 哎呦 那洪秀柱呢 洪秀柱 洪秀柱 你不要害我啦 喔 我這樣就要害你喔 好啦 不然你講講邱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打你頭髮 哈哈哈哈哈哈 哇 答不出來就要修理 就要修理主持人啊 哎 不要一直問我這些嘛 哈哈 你問他 好啦 翔雪來 你來回答 回答什麼 最欣賞的政治人物 我爸啊 一樣啊 那蔡英文的印象 很好 哪裡好 因為我 因為我碰到他幾次 他人真的很有那種親和力 嗯 他有 他有在我們演唱會的時候 他有來看嘛 嗯 然後他有跟我講 他有跟我講說 欸 翔雪 最近新聞比較少喔 嗯 好事 哈哈哈哈 他有注意我 他有在注意我的東西喔 然後就 你說誰 蔡英文啊 蔡英文有碰到你 有跟你講喔 你最近新聞比較少喔 對 哇 所以他連你的新聞 他都注意到啦 對 你什麼時候碰到他的 演唱會啊 喔 他有去 蔡北演唱會 喔 所以總統對你是有印象 對 其實每個政壇前輩 都是我們很值得學習的 都很優秀啊 他能當上這個位置 都是優秀的人 當然 好啦 你就不用緊張 最後兩個問題而已 好 你覺得國民黨黨主席 誰上來當最好 國民黨 嗯 國民黨黨主席喔 嗯 現在有哪幾個在選嗎 六個人啊 很多喔 洪秀柱 吳敦毅 張啟賢 好龍斌 韓國瑜 還有 那個什麼 潘維剛 那我最喜歡好龍斌 為什麼 因為他的女兒跟我是高中同學 喔 因為人脈的關係 對 好 台北市長 誰 誰出來當最好 台北市長喔 嗯 對 不要看外面 哈哈 為什麼一直要問我 哈哈哈哈 你很壞 哈哈哈哈 講回歌就好啦 蛤 講回歌就好啦 就你啊 沒有啊 對不對 突醒哲連任好不好 台北市長怎麼會有突醒哲 柯文哲 同一個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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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清哲比較好還是柯文哲 嗯 哈哈哈哈 他不方便講我講 尊重黨部 尊重黨部 民調高 就誰民調高 看民調高 對啊 好 這個 感謝兩位小政客來 哈哈 不敢講自己的意見 好啦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 這個余小平 還有這個余湘權 是 不過如果真的 要服務選民 服務市民的話 那就真的要很大的決心 其實這需要勇氣的 市議員其實沒那麼簡單 要當好的話 對對對 沒錯 那今天還是非常感謝小平 感謝祥選的接受我們的訪問 祝你們心想事成 謝謝 OK 那我們今天就進行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聽 明天同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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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